今天是11月16号 我们看使命召唤19的图标变了 变成了战区2.0的封面 我刚才一打开PS5就收到了一些通知 通知我更新使命召唤19 以及战刃地带2.0的更新 昨天是15号 可以预载本体 明天凌晨就可以正式开玩它的大逃杀模式了 全球全平台的免费玩家一起玩 使命召唤19这款游戏有付费版 也有免费版 有单机剧情 还有多人联网对战 还有大逃杀 很多人容易晕 开始我也比较晕 但是今天更新了之后 这个界面一目了然 我给各位分享一下 进入游戏之后会先看到这个banner 然后我们摇杆往下 这就是游戏的三种模式 第一个模式 这个封面各位很熟悉 这就是500多块钱的游戏本体 右侧这两个 我们看它的名字都有战区2.0 最右侧这个是明天要结束 中间这个也是战区2 中间这个也是战区2 它是DMZ模式 现在是beta测试 免费用户玩的都是这个东西 付费用户玩的都是这个东西 我们看看付费用户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到处第二行是剧情战役模式 这里面一共有16个小任务 这就是单机剧情模式 画面很好很好玩 手感什么的特别棒 最后这是合作模式 上面这是多人游戏 玩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快速加入 这里面又有9个模式 我一般玩的就是这个快速加入 比较方便 直接点快速加入就到这了 但是这些模式 免费版都是玩不了的 免费用户只能玩右面这两个模式 右侧两个战区 它都是联网多人游戏 付费版的这么多的模式 除了这个剧情战役之外 也都是多人联网游戏 像这种多人联网游玩的游戏 他们的服务器都在海外 我们在国内的玩家 默认的网络 一般是无法和他们游玩的 这时候就要借助加速器 我现在用的是 迅游加速器青春版 这个白色的 另外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 玩这种多人联机对战游戏 建议使用网线 不要使用WiFi 虽然加速器 路由器都有WiFi 但是我还是 强烈推荐大家使用网线 因为网线的延时更低 更稳定 TS5和加速器之间 用牵着网线连接 加速器和路由器 或者光猫之间 也用牵着网线连接 这个网线是很便宜的 它这个加速器里面也是送的 加速器主要解决的是 卡顿 延时和掉线问题 如果在没有加速器的情况下 我们经常 匹配不到人 或者玩玩的被踢出来 或者压根进入不了游戏 另外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可以获得五天免费加速时长 方法是在虚拥APP里面 有一个更多 然后进入立即续费 然后找到兑换会员 在那输入口令 口令是小白的宝箱 这样就可以获得免费 五天加速时长